如何可以和佛陀同样拥有三十二庄严好象 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佛像是指,佛陀的庄严法相,具足三十二相与八十种好,合称相好庄严 经典记载,佛陀容貌圆满庄严,端正书庙 显意见者有三十二相,维系隐秘难见者有八十水行好 佛陀于往昔世中行无量善行,成就无量功德,积聚无量福德 现于形象而成就三十二相八十水行好 关于三十二相的顺序,有种种说法 我们在这里依大制度论,大波罗波罗密多经等整理 仅供大众参考,欢迎指证 佛陀三十二相赏西,三十二相是佛陀的硬化身 具足三十二种,殊胜容貌形象 有关于三十二相在《长阿含经》、《中阿含经》与大制度论 《大波罗波罗密多经》都有介绍 其顺序内容有种种说法 我们一头部往下置逐步整理介绍,供大众参考 除了佛陀之外,转轮圣王也具有三十二相 菩萨是向好光明,因为佛陀功德圆满 所以佛陀的向好却是最究竟圆满 佛菩萨视线如此向好庄严,除了有自信功德成就之外 更威了成就众生,希望众生看到这样的向好 而想要目到修福,学习佛法 事故如来随其意乐,未现种种向好之身 说法教化,利益无量众生 另发菩提心入佛法中修行证得成就 三十二相 第一,顶层肉迹像,这是指佛头顶上有隆起肉迹的形象 是佛以千诚心抵近三宝供养父母、老师及修行人等善法 而敢得到的好象,这个好象表智慧,福德圆满 第二,眉间白好象,几两眉之间有白好,柔软而又玄,长放光明 是佛见众生修戒定慧三学,同喜赞叹而敢得的妙象 此相表示内心清明纯净,能见百亿诸佛光明为妙境界 第三,眼睫牛王像 睫毛整齐不眨乱,像牛王的睫毛一样,长而柔媚 是佛以平等心怜悯爱护众生,观众生如父母而敢得的妙象 这个妙象表示智慧眼横开,不生鱼痴 第四,目干青色象 佛眼是干青色的,如青莲花,此眼垂逝 是佛以此心此眼及欢喜心,不失众生所敢得的妙象 表示眼根清净明亮,现在及未来能常见诸佛,常闻唯妙法 第五,泛音深远象 佛的声音,红亮,美妙,远近皆可听闻 是佛口叶清净,说实语爱语,禁止一切二言,所敢得的妙象 此妙象表示法音寥寥,远近皆可听闻,断除疑惑,心生善法 第六,广长舌相,即舌头广长,柔软,细薄,伸出时可掩盖脸部 因为佛言语至成,恒修柔软语,法语,常行悲心,所以感得此相 此妙象表示能灭,累结重罪,遇见诸佛菩萨受计 第七,常得上位相,嘴巴里有清凉的口水,感受食物最好的美味 是佛敏念众生如子女,并以修行善法回向菩提道,而感得的好相 这个好相,表示佛之妙法能满足众生志愿 最高上位是禅月为时,法喜充满 第八,四牙白镜像,四颗梅牙鲜白光洁 风锐坚固,如金刚,是佛常思维善法,广修慈悲心而感得的好相 这个好相,表示能以智慧,吹破一切众生贪嗔痴三毒 第九,齿白其密相 牙齿洁白整齐,没有缝隙 是佛以时善法,化一众生,称扬他人功德,所感得的好相 这个好相,表示能使眷属同心,清净和顺的功德 第十,四十,齿相 佛具有四十颗牙齿,洁白而整齐 是佛远离二口两舌及称恨心,休息平等,慈悲而感得的好相 这个好相,表示口中尝出清净妙香,灭除众生的不好口业,受无量乐 十一,面圆满相,又称狮子夹相 意思是脸颊饱满如狮子夹,也就是脸如脈月镜色 是佛见有得者,如实赞叹称扬其美德,同喜不失而感得的好相 这个好相,表示能灭百劫生死重罪 面见诸佛寥寥分明 第十二,肩圆满相 佛的两个肩膀,圆好丰满,平整为妙 是佛由照相修塔施五位所感得的妙相 这个妙相表示能灭除疑惑,消除业障 第十三,身端直相 佛的身体最端正而挺直,威夷庄严 是佛身清静,远离杀身,偷盗,娇慢,邪淫所感得的好相 表示众生见闻此相,就能止息忧苦,得正念,修实善行 十四,上身狮子相 佛上身广大如狮子王,威容端言 是佛广修敬业,教人善法,离我慢而感得的好相 这个好相表示佛的容貌自信高贵,慈悲圆满 第十五,两亿龙满相 佛腋下的肌肉圆满不虚 是佛给众生医药饮食,又能看病所感得的妙相 这个妙相表示佛能圆满众生,文法学佛的心愿 第十六,七处平满相 佛的双手,双足,双肩和颈部 这七处有丰满的肌肉 是佛施舍心爱之物,不失给众生而感得的好相 这个好相表示佛能令一切众生得以灭罪身善 第十七,生光一丈相 佛身周围经常放出一丈金色光芒 是佛发大菩提心,勤修无量,心愿形等善法 所感得的好相 这个好相表示能灭除疑惑,业障,一切志愿皆能满足 第十八,皮肤细软相 佛的皮肤细软,细薄柔软,光滑一尘不染 是佛布施衣服,防止饮食与众生 并清静至者所感得的好相 表示佛以大慈悲心,平等化意众生 第十九,金色身相 佛身及手足都是真金色 是佛常乐,修善,离诸,称慧,慈悲 是众生而感得的妙相 这个妙相能令瞻仰佛的众生 艳色无欲爱乐,灭罪身善 二十,毛孔身相 佛身的每一毛孔各生一根青色毛 并有唯妙香气 是佛尊重供养一切友情,清净智者 随寸众生所感的妙相 这个妙相表示能断止一切二习惯 修一切善法,得解脱自在 二十一,身毛上玄相 佛身上的一切毛法又玄相上 毛色干青,柔润 是佛尊敬师长,度化众生 修行一切善法而感得的好相 这个好相能令瞻仰佛的众生 心生欢喜,皈依三宝或无量功德 二二,身重广等相 佛双手平举的时候 宽度和身高是相等 是佛常行三昧禅定 作无畏师而感得的妙相 这个妙相表示佛是无上法王 尊贵自在 福慧圆满 二三,马阴长相 意思是男根隐藏于体内如马阴之相 是否由断除淫欲 修习正观 慈悲射受众生而感得的好相 此相表示身体康顺 慧命长寿 善说正法广度信众 二十四,昔如鹿王相 即大腿膝盖像鹿王般圆润结实 是佛专心文法实修并善解情说正法 所感得的好相 这个好相表示能消灭一切罪障 增长戒定慧的功德 二十五,垂首过七相 佛站立的时候两手垂下 手长过息 这是佛修习诸善行 离我慢无相不失而感得的好相 这个好相表示能降服一切贪嗔痴无名 能悲悯磨顶众生 二六,手指仙长相 两手的手指细长端直优雅 是佛礼敬供养师长 喜灭焦慢心和顺众生所感的好相 这个好相表示能令众生喜乐归一 慧命长远 二十七,手足柔软相 表示双手双足柔软优美 是佛以饮食衣服握具医药 亲手供养师长 出家人和父母所感得的好相 这个好相表示佛常以智慧慈悲 柔软的手救护众生 二十八,手足慢网相 即手和脚的指头与指头之间 都有联络慢网 就像鸭子的扑膜 这是佛修布施爱与力行同事 是设法,平等饶意友情而感得的好相 这个好相表示能远离烦恼二业自在解脱 报菩提彼岸,象征佛法圆满无漏 二十九,足复高满相 足备高起圆满的样子 是佛过去世勇猛精进修复 常行法布施所感得的好相 这个好相表示佛 恒以大悲心 以善法饶意友情众生的无上功德 三十,足跟广平相 脚跟的部分圆满广平 是佛以方便制 持戒文法 勤修善业而感得的好相 这个好相表示佛能饶意度化一切众生 三十一,足千佛伦相 脚底有千佛伦宝之肉闻相 这是佛精进修行诸 善法供养师 生父母而且法布施而感得的好相 这个好相表示佛能照破愚痴无名 并吹拂怨敌恶魔 三十二,足下安平相 是脚底瓶子柔软 没有凹处 能按住踩着地面的意思 这是佛在过去世 行菩萨道时 修六度波罗蜜所感得的妙相 表示佛能引导众生 修习佛法 获得无量法义 以上三十二相是佛特在过去世 学习菩萨道 行无量善行 成就无量功德 所成就的为妙好相 庄严佛像非在表现世尊 也就是希达多的色身相 因此 佛像会随各国文化审美观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 但内在的精神是不变的 没想到 学佛也可以让我们自身的外表 变得如此 庄严美好 那么 我们是否应从今天开始 向佛陀看齐呢 今天的文章就和您分享到这边 欢迎再度光临 一窗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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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